而由旺报所主办的旺报第二届两岸和平创富论坛 今天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论坛状况 我们就马上请我们的主播阿远一告诉大家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来看到 其实在EGFA在今年的1月1号才生效到现在没有很久的时间 两岸之间的金融都交流其实走的步伐可以说是相当的快速 包括中国的四大银行到台湾都有来设了办事处 而台湾已经有六家银行到中国大陆去设了很多的分行了 甚至是包括在这个月我们的金管会就要开放台湾国内的OBU 还有海外分行就可以来承办人民币的业务 都不需要到外国不需要直接到大陆去开分行 就可以来做人民币的业务了 在这样的一个脚步之下 其实最近当然欧债美债对于两岸之间造成的一些影响 但是刚刚金管会的副主委李季就特别表示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外在环境的条件之下 反而让两岸的金融合作产生了更好的契机 我们带您来听李季珠的这些谈话 在欧美这个财政因为制约下头 因为财政的问题制约下头里头 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就两边的政府在财政上头 并没有一些很迫切的制约的压力之外 更重要是两边的政府都把金融未来的发展 定在未来的整个完整发展的蓝图里头 目标非常的明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十二五计划里头 有一个金融改革 这样列为专张的计划 那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在整个未来的六大新兴产业里头 也把金融产业定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一个产业 我们也定位台湾要希望成为亚太的资产管理中心 跟筹资中心 也就是说在政府这个力量方面里头 我们并没有因为政府在某些他的财政上的制约而造成动能的减少 事实上我们反而看到的是政府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李提出刚刚也特别提到 那么其实大陆的民众他们的存款率非常的高 现金存款高达63% 和台湾过去的情况非常像 他认为在这一点台湾的这些金融机构 在财富管理上看来前景是大有可为的 另外像是大陆现在也非常希望能够 在存款的存保的制度上面来做规划 而台湾这一方面非常的有经验 都可以提供给大陆作为参考 不过事实上在去年的创富论坛 台新京的总经理林克孝也曾经有来参加 和大家一起交换整个金融的这样的分享 两岸之间的经验 但是想不到在今年的时候 他呢却没有办法来出席 那么呢在刚刚其实邱振雄 他也特别提到非常希望林克孝 目前平安无事 我们来听他的最新谈话 好当然呢 这个在两岸的金融监理上 尤其是在人民币 未来是不是走向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呢 在现在整个论坛的过程当中呢 都还在热烈的讨论当中 我们也都会带您随时来关心 来自现场的最新消息 先把镜头还给同内主播 好谢谢远一 所以这也是我们目前看到在创富论坛的最新状况 那两半开始就介绍了所有啊 所有啊